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 这个星期标志着西藏拉萨事件 为何仍未平息 解决西藏对立和冲突 是否有具体可行的办法呢 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 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分析和解读 第一位是当代西藏历史学者 李江玲女士 李女士您好 欢迎您 你好 第二位是前西藏嘎夏办公室 中国问题分析员 和华人事务秘书长 贡嘎扎西先生 贡嘎扎西先生您好 欢迎您 你好 主持人 欢迎两位嘉宾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 通过VOA卫视 在YouTube的网上直播 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 网址是YouTube.com 斜线VOA China 首先我想第一个问题 先请教我们的李江玲女士 您曾经撰写这个1959拉萨 多本有关于西藏历史 还有1959年那起事件的相关的著作 我们知道这60年来 中共当局与藏人之间的这种 对这起事件的说法 可以说是南辕北辙 60年来没有任何的改变 对于那些想要了解这段历史的人 我们怎么样来寻求历史的真相 您的看法和建议 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 我们首先要理解1959年3月的拉萨事件 以及10天之后 也就是3月20号爆发的 所谓拉萨战役 它的发生有一个背景 这个背景就是在此之前 从1962年开始 从1956年开始 从1956年开始 中共在西藏的其他的地区 就是康尔安多 强力的推行社会改造运动 也就是土地改革 前列合作社之类 甚至包括大链钢铁等等 导致了大批的难民 从其他地区逃到拉萨 带来了很多 这就是说的1959年3月4号的拉萨事件 这个事件有三个 有几个点我们必须注意 第一 这个是藏人内部的事物 藏人是包围罗布林卡 向达赖喇嘛请愿 藏人并没有包围军区 也没有包围工委 那么藏人虽然抗议 但是他并没有对中方的任何人员 发生过任何的暴力行为 在此过程中 有一位官员被打死 有一位打伤 但是都是藏人 并不是中共的干部 那么所以呢 几天当时呆老离开 就是为了要避免游雪 但是在此过程中 在这10天之内 北京方面已经在秘密的部署 在拉萨发生 用武力镇压上人的抗议 整个这个事件 我在1959拉萨这本书里面 以一天一天的 把整个的经过全部写在了 而且写得很详细 并且有大量的 中共的自己的资料 为依据 是 我想接下来 先请李女士休息片刻 我想请贡嘎扎西先生 加入我们现在的讨论 贡嘎先生 刚刚我们听到了 李江玲女士说 在1956年 中共在这个藏区呢 他们强力地推行 这个社会改革 那么引发了很多的不满 我们知道实际上 从1950年代开始左右 中共解放军就陆续进入了 很多边疆的少数民族地区 其中也包括了藏区 那么当时中共部队要进入西藏的 主要原因和理由是什么 在藏区又引发了什么样的反应 藏人对于解放军 或者是中共进入 中共部队的进入 当时的反应是如何呢 是 那个 3月10号就是 整整西藏人民期间60周年 当我们谈到1959 3月10号的时候 这个事件并不是突然发生的 诚如主持人刚刚所提的问题 当时那个1949年的时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 那当时西藏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所以西藏人民对于中国的关系 那当时并不那么在乎 因为当时西藏确实是属于一种 比较封闭的状态 那当时那个国共内战结束 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 当时西藏政府外交部 还驱含给中国政府 一方面祝贺他们 二方面呢 要跟他们讨论当时在国民党时代 被侵占的西藏地区 那个归还西藏的问题 所以当时毛泽东在成立之后呢 毛泽东有一个企图 他就是想侵略西藏 占领西藏 所以1949年成立之后 他有两个口号 解放台湾跟解放西藏 所以当时在这个口号之下 毛泽东说 那西藏呢 现在受到帝国主义的影响 遭到帝国主义的极大的影响 所以我们想解放西藏 西藏回归到那个祖国的怀抱 当时他用这样的心态来进攻西藏 从1950年开始 那当时进入之后 诚如刚刚历史学家李嘉宁所说的 当时用各种政治名义 在西藏采取了很多 那个虐待西藏人的事情 比方说所谓的土地改革 所谓的民主改革 那这些的主要意义并不是改革 而是消灭西藏的文化 比如说在当地的那个西苗被破坏 那个高僧大德 还有藏人士卫 那个仁波切喇嘛的这些人 要接受批评 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西藏人民在各个地方 没有办法接受这些措施 所以采取了反抗的态度 那反抗以后又镇压 那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 他们慢慢集中在西藏收复拉萨 那最后他们呢 用生命来保护 尊者达达喇嘛的那个安全 到时那最后1959年3月时候 导致了西藏人民和平起义的世界 我们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肖宇 他最近呢特别采访了 前西藏嘎夏政府官员 今年77岁的土丹勘尊 那么他描述了在1959年的年初 当时其实拉萨的情势 在年初的时候就已经非常的紧张 一个小火星就可能引燃大火 触发战争 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那时局势非常紧张 看起来已经像是在打仗了 不只是拉萨河南面的解放军军区 就连汉人的学校 银行的人都带着枪 他们用沙袋筑起防御攻势 只要一个小火星战争就一触即发 清晨时分第一次开炮了 那是在达赖喇嘛离开几天后 那个炮声天哪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觉得很难过 战争就这样开始了 战争开始了 不知道今天能不能活下来 是我想回到我们的李江玲女士 刚刚我们听到了 目击了当年的那场冲突的 一些目击者的说法 也有很多人说 实际上在1951年的时候 中共与原来的西藏加夏政府 他们签订了一个 和平解放西藏的17条协议 许多研究西藏的历史学者 当然对于这个协议 也非常的有研究 那么我就想请教您 有媒体把这个17条协议 称作是中共建政以来 第一个推行的所谓一国两制 希望能够赢得 藏区人民的心和了解 那么为何说和平解放 最后却爆发 情势如实紧张的一场战争呢 那么这个和平协议 17条协议 它的失败原因是什么 首先和平解放西藏 这个是一个宣传 不是实施的 西藏签计西藏协议 有一个背景 就是在仓托战役之后 在仓托战役这场 所谓战役中 藏军的主力被消灭 所以就所谓打开了西藏的大门 可以说西藏协议 是在濒临城下的情况下签署的 并不是藏人自己非常愿意 非常威蕾的心甘情愿的签署 第二呢 17条协议 签署这个协议 它是一个策略 不是一个方针 毛泽东对西藏的方针 在这个仓托战役之前 就已经确定了 也就是两点 战役和改造 那么如果你要改造 也就是按照中共的这个意识形态 和它的方式进行暴力性的社会改造 这种改造跟一国两制的这种安排 它本身就是矛盾的 所以这个17条协议它本身从一开始 就注定它不可能延续下去 它也不可能真正的执行 毛泽东一直强调的就是要打下政府 要执行这个17条协议 是为了帮助解放军顺利的占领西藏 然后当公路修通占领西藏 已经基本上不成问题的时候 毛泽东就需要有一个理由 来把这个协议推翻 这也就是1959年3月17号那天 3月10号那天 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北京开会的时候 毛泽东得有一条指示就是这么说的 终于等到了政治上的主动 政治上什么样的主动呢 就是它有理由来以武力 镇压这个藏人的反抗 并且以此为借口推翻17条协议 所以这个制度 从这个所谓一国两制的制度 从一开始它是不可能成功的 它只是一个策略而已 共卡扎西先生 您个人怎么看待这个17条协议呢 17条协议 中国政府宣称17条 从签订17条开始 那解放了西藏 他到目前为止还是用这个口号 但是当时那个在签订所谓的17条合并协议的时候呢 西藏代表当时在那个西藏政府并没有授权给他们 那当时在讨论的过程当中 如果他们不签 他们就是一个电话就占领西藏 没有任何善意的回应之下 那1959年就达赖喇嘛离完印度 离完印度之后 那达赖喇嘛跟当时的西藏各社政府 就宣布了17条合并协议是无效的 是中共自己把它被破坏的 是这么一个情况 好的 我们谢谢两位的说明 稍后回来我们继续现场的讨论 我们从1959的拉萨事件也要看看 这起事件到今60年 它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和后果 不过我们现在在网站上 已经有不少的网友 想要针对西藏议题 来发表他们的看法与想法 我们就请两位嘉宾也来和我们一起看看 首先第一位 这位署名叫李中本的网友 他说西藏问题是中共民族政策的彻底失败 中共为了自身的利益 根本没有现代民主自由意识 以为用阶级斗争的理论可以打遍天下 最终只能用枪杆子解决 现在依然以此对付宗教少数民族问题 看来满脑子强盗绿林思想的中共独裁集团 就是自由世界的死敌 还有这位署名叫老老义的这位网友 他说民族问题是相当棘手的 很难有好的方法 对抗可能是长期的 还有下面这位署名乔哲的网友 他说西藏之于中国的统独走向 应该让藏人决定 有良知的中国人 宁可拥有96万平方公里的绿色国土 也不要被藏人 江人 台人 鲜血染红的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 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位网友 署名叫Richie Winston的网友 他说自古以来西藏就不属于中国 是近代才归入中国 新疆也是如此 中共占领大陆之后 本来应该好好珍惜各个民族之间的关系 西藏新疆应该高度自治 但是中共适得其反 把自己实现共产的目标 强加给全体中国人民和西藏新疆 造成现在民族矛盾难以调和 靠武力是收复不了人心的 早晚有一天共产党灭亡 西藏 新疆 台湾 东北 内蒙 广西 都会独立出去 共产党不把中国搞得四分五裂 死不甘心 针对这一点我想回到我们的现场 我想先请贡卡扎西先生跟我们谈一谈 谈到西藏问题不可否认 很多的中国的民众在汉人民族当中 有非常强烈的这种情绪反应 当然我们刚刚看到我们网友的反应是一方面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也有一些网友认为 今天不管中国是由哪一个政党来主政 西藏想要独立或分裂出去 是不可能也是不能接受的 甚至还有人提到了所谓的农奴的问题 说是中共解放了西藏的农奴 如果没有中共的进入 至今西藏仍然是非常落后的 实行这种农奴的制度 对于这些说法 您认为他们的根据是来自何方 有没有它的谬误之处呢 是没有错 主持人说的 很多不了解真相的人 有这种想法 那这些说法 我们也并不怪他们 因为从1949年到现在 整整70年 在这70年当中呢 西藏全部被中国政府占领 但是在西藏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现在一般的中国人民没办法去了解真相 因为他们所了解的 他们只能看到的都是官方媒体 都是大量的宣传 所以刚刚那些说法 不允许独立等诸如此类的说法 就是受到了整整70年 洗脑教育的影响 所以我们在这一方面 那个藏人行政中央 还有打来了吗 不断地在过去几年来 不断地去加强所谓的汉藏交流 汉藏交流的目的就是这个 到底西藏被占领之后 在西藏地区发生了什么事情 您知不知道 我们跟他们说明 所以现在的很多年轻的中国人 他们只有那个中国情 他们只有那个大汉族主义的思想 他不去考虑在西藏这个高原地区 到底1949年到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 1949年到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从2009年到现在 虽然中国政府一直在宣传 那个西藏人民感谢共产党 这些都是做宣传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为什么国外媒体 以及独立的那些研究机构 为什么不能去西藏 如果有西藏人民这样的反应 你何必不让给国际社会看呢 为什么西藏一直处于封闭的状态 一直在关门 不让那个国际社会去看西藏问题 就算部分媒体也是选择性的 所以刚刚那些网友的看法里面 当然我们好多方面不讲 那其他的那种两种说法 他们的根据就是 因为那个共产党所做的宣传 因为很多那个 我接触很多那个中国的年轻人 我跟他们解释西藏问题 他心里只有两个问题 当我跟他谈我是西藏的时候 他说我们都是自己人 那我说明我们不是自己人 我是藏人 你是汉人 那当他说明西藏情况的时候 他说我去年去过西藏 西藏美丽的很风景非常美 西藏没有问题 他看到的只是片面的问题 从占领到现在 大概将近一百万藏人 在监狱自杀 虐夺里面 他们一百万藏人 已经那个丧失了他们的生命 从1949年到现在 大概有5000多座 西藏被中国政府破坏 诚如今天我们在线上的 那个历史学家李江宁写的那本书 你看那个 《当铁鸟天空飞翔》 那本书主要叙述了 50年代到60年的 在青藏高原 中国政府如何用现代的武器 轰炸西藏的西藏 所以这些都是 那个中国 一般中国人民不了解 所以在不了解的情况之下 他们有这样的看法 我并不奇怪 不过我们话要说过来 我们进行了长期的 那个汉藏交流 所以现在了解真相的人 他们都知道 共产党所说的 都是一片宣战 我到了自由世界之后 我亲自见到达拉朗玛之后 我对达拉朗玛的认识 我对西藏的认识 曾经是一道错误的 他们慢慢体会这种的人 现在越来越多 李江林女士 能不能请您也跟我们谈一谈 简单地谈谈您的观察 和多年的研究 中共治理西藏70年了 也有很多人在问这个问题 为何70年仍然得不到藏人的心呢 这个我们确实要了解 在70年之内 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 了解就是說為什麼不能得到藏人的心 如果你被迫害了70年 你對你的迫害者會有什麼樣的看法 我覺得這是人之常情 但是70年中從倉都戰役 在此之前包括就是在青海 四川也就是藏人的康爾安多地區 是在1949年 中共就已經在那些地方 已經進入那些地方 那麼從當中戰役開始到現在70年了 這些事情我們確實了解的很少 包括我自己在十幾年前開始研究之前 我自己了解的也很少 簡單的說 在中國內地所發生的所有的政治運動 西藏無一失眠 在很多地方 在中共對西藏的鎮壓 比在內地更加厲害 比方說我在《當天鳥在天空飛翔》裡面寫到的 1956年到1962年所發生的一場秘密的戰爭 在這場戰爭中中共運用了當時最先進的武器 包括好幾個軍種 包括空軍、騎兵等等 在西藏高原隊 這些戲戰爭人 其中多數是守護針鐵的藏人 進行了禪戶人道的鎮壓 在內地上戰爭中 這些都是有具體的數字 那麼在此之後 整個藏文化在50年代之後到文革後期 處於幾乎滅絕的狀態 藏羽文受到極大的限制 到現在仍然在受到限制 有一段時間丈夫不准傳 有很長一段時間 以前的西藏政府的官員們 都被關進監獄 有幾十萬的藏人被關押 在青海墓區 也導致藏人的男女比例嚴重的失衡 等等這些事情 都有中共自己的文件證明 包括一些精密的文件 然後這些事情我們都不知道 同時我們僅僅知道一點 就是戴安喇嘛被迫流亡 這個流亡已經幾十年了 六十年了 仍然不能回去 戴安喇嘛被關押了將近十年 在一種情況不明的狀態下突然去世 這些事情都給藏人的心理中 帶來極大的傷害 而他們並沒有話語權 藏人的直到現在 藏人的很多年輕的知識分子們 他們一些作家 一些作家、詩人、電影、獨立自片人等等 他們的影片 他們的影片 他們的著作都在中國大陸是不能出版的 等等這一些情況 也就是說 鄭人的這些痛苦已經被壓制了七十年了 這個鄭人自己一代一代的民族記憶始終非常鮮活的存在 而作為漢人 雖然有很多人到西藏地區去旅遊去欣賞那個風景 但是我經常我所說的 如果你不知道西藏的痛 你也就理解不了西藏的美 是 謝謝李女士 我們現在來看一看 中國另外一位歷史學者張立凡先生 他昨天在他的推文裡面寫到了這樣的一段話 那麼我想接下來請共感先生跟我們來一起看一看這段話 談談您的看法 張立凡先生在他的推文裡說 從那個不幸的時刻起 藏傳佛教走出血域高原 傳播到全世界 尊者也從藏地的法王成為世界級宗教領袖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共產黨總是以自己的愚蠢成就了他們的對手 我想請共感扎西先生跟我們談一談 我們知道1959年的那起事件 不僅僅導致了達賴喇嘛的出逃海外 那麼也導致了許許多多的藏人跟隨他的腳步 離開了西藏他們的家園 那麼1959年那一年的事件 對今天的整個全球的藏人社區 還有西藏流亡政府 甚至全世界 它到底帶來了什麼樣的一個影響和後果呢 是 我也注意到了在北京的那個張立凡先生的推文 59年的事件 現在我們回顧整整60年 就是達賴喇嘛跟流亡藏人者沒有辦法回家 異國在他鄉 也是整整60年 那當時那個1959年的時候呢 是我們不是並不 我們並不是自願流亡的一等 我們是被迫流亡 不得不流亡 所以到了1959年流亡藏人到了 到目前為止總共人數是我們算15萬 在世界各地 印度 尼泊爾等地是15萬流亡藏人 那當初我們到達印度的時候呢 我們所認識的只有天跟地 什麼都沒有 但是由於達賴喇嘛親自的領導 跟藏人自己努力的結果之下 現在在流亡社區裡面 已經建立了一個西藏的文化中心 所以很多人說那個摩西出埃及 那自由亞洲電的北明女士寫了一本書 她親自去達賴喇嘛跟西藏藏人社區 後來她的結論就是藏徒出中國 這個意思就是說摩西出埃及 自從達賴喇嘛跟藏人流亡印度 整整60年的過程當中 一方面來講是不幸的一件事情 但是從另一個方面來講 由於我們的流亡 把西藏獨特的文化 能夠利益於全人類的佛教文化 現在全部遍佈到世界各地 由於這樣的貢獻 正如張立凡先生所做的 1989年達賴喇嘛獲得諾貝爾合併獎 並不是這個獎 他獲得了許多他的獎項 這些都肯定了 國際社會肯定了對達賴喇嘛 對藏民族跟世界的貢獻 所以流亡藏人到了印度之後 我們雖然是一個流亡的狀態 但是我們在印度我們居住的地方 對於當地的印度人 還有我們在世界各地 我們做出了很多的貢獻 一方面主要是我們的成就是 我們保護了在西藏沒有辦法做到的 把西藏獨特的文化 我們在凌亡社區裡面已經保護了 而且在西藏當時達賴喇嘛很想改造 實行民族制度 由於被迫流亡沒有實現 在流亡社會裡面 我們已經做到了一個民族的典範 所以台灣的一位教授蘇嘉宏寫了兩本書 民主在流亡中轉型 以及在印度的流亡中轉型 這兩本書就詳細地敘述了 當藏人行政中央在印度跟世界各地 實施的那個民主的政府 然後2011年達賴喇嘛把政治權利 移交給人民選出來的政治領導人 現在我們有司政領導西藏人民管政治 達賴喇嘛主要是在世界各地 他推動他經常努力的三大使命 所以60年的流亡 我們有了很大的成就 好的 我們來看看我們的網友們 有什麼樣的看法與想法 然後繼續我們的現場討論 下一位這位署名叫吳錦剛的網友 他說中共在藏區某些地區進行過的 種族滅絕行為 在所有藏區實行的文化滅絕行為 一直以來對所有藏民實行的 種族壓迫行為 這些都是所有有良知的人類 不能忘懷的 只要藏人的某些特性還能得以保留 只要全球還有藏人這樣的群體 只要中共的行為不做全面的檢討和改變 藏人就不會停止抗爭 只有相互尊重 不居高臨下 民族問題才有解決的可能 還有這位署名叫Bik Lei的這位網友 他說如果中國民主 西藏會希望在中國的統治下 問題是就算中國不民主 西藏獨立後的處境並不會好 成為一個內陸國嗎 所以達賴喇嘛的政治主張還算正確 問題是並不現實 那麼稍後我們或許可以請 共嘎扎西先生來跟我們進行進一步的說明和回應 下面這位署名叫玉王的這位網友說 不許西藏獨立關乎共產黨合法性 所以共產黨不會讓步 下面這位通商寬衣的網友說 中共從武裝入侵西藏那一天起就沒有斷絕過 對西藏人民的迫害 為了他口中所謂的統一穩定 不擇手段地迫害西藏人 只要迫害還存在 對抗永遠不會結束 下面這位署名叫Choy Chobong的這位網友說 西藏問題很好解決 就是實行真正的西藏自治 毛澤東假民主真獨裁 打著馬列齊號 實質是專制帝王式的復辟 中共從來只有欺騙謊言和暴力 那麼接下來我想回到我們的現場 我想請共嘎扎西先生繼續來跟我們談一談 那麼我們也知道達賴喇嘛多年來推動的這個中間道路 始終沒有被北京方面所接受 不僅僅是批評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 最近我們來看看 中共西藏自治區的省委書記吳英杰 他在北京的兩會上 他是這麼說 他說達賴喇嘛沒有為西藏人民辦過一件好事 我們來聽聽這位中共官員是怎麼說的 達賴自探討以後 沒有給西藏人民辦過一件好事 沒有給西藏人民辦過一件好事 雖然他仍然以他的宗教身份來在國際上 包括獲得一些國際勢力的支持 但是西藏人民心中有感稱 他們是非常感謝共產黨為他們帶來的幸福收穫 是那麼看完了這位中共官員的說法 我想在共產先生您回應前 我另外還要讓我們的觀眾朋友看一看 這是中國中共官媒環球時報的總編胡錫進先生 他在星期一也在英文推特上發了一個英文推 他是這麼說的 他說達賴喇嘛的個人影響力之所以能持續到今天 純粹是西方的支持 但達賴集團勢力的衰減已經不可逆轉 他們對西藏的政治訴求是一個錯覺 西方世界終將發現他們支持的只是虛假的泡沫 針對這一點共感扎集線 我想繼續請您跟我們的觀眾朋友也說明一下 剛剛我們也有觀眾提問到 他說西藏就算獨立後處境也不會好 那麼他認為達賴喇嘛的政治主張還算正確 但並不現實 那麼對於這些說法或質疑您的看法呢 是這樣子 目前是這麼講 我身為一名藏人 很多人關心未來西藏前途的問題 但是我們必須要了解西藏 歷史上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這是我們認為不正的事實 這個很多國家都知道 但是現在為了保護獨特的西藏宗教跟文化 我們說我們能夠獲得真正自治的話 我們就不脫離中國 這是我們目前的政策主張 但是如果西藏人民走獨立路線也不是並不是沒有權利 獨立是我們的權利 但是現在 百分之六十四點七的藏人 我們所決定的政策就是要走中間道路的路線 那中間道路的意思就是說我們願意留在中國境內 但是西藏宗教文化我們必須要獲得保護 這是我們所講的主張 那剛剛在吳錫進還有西藏自治區黨委吳英杰所講的話 這些我們都知道不是一個正確的說法 我們也知道因為現在那個西藏的最大的問題 曾經有一位老共產黨員叫何方老先生 那他說現在不管怎麼說 西藏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擋管一切漢人當家 所以剛剛吳英杰談到的那個就是根本就是一派謊言嘛 就是自達賴喇嘛流亡到現在沒有做過一件 為西藏人民做過一件好事情 難道達賴喇嘛在整整六十年當中 那他做了一些什麼事情 所以這個恰恰相反 在六十年當中達賴喇嘛所做的一切 都是為了西藏人民 都是為了世界人民世界和平 那吳錫進說他的說法也是不正確 但是他們兩個都承認了一個共同承認的一個問題 就是達賴喇嘛在世界上依然有影響 所以他們承認了這一點 但是他們是為什麼這麼說呢 我們也理解他們身為那個共產黨的領導人 那像那個黨要有一個交代嘛 所以吳英杰的剛剛那個說法用詞用句都是舊的說法 並沒有什麼新意 但是他們說的這些內容呢 是如果人家看了是非常可笑 如果誠如吳英杰所說的 西藏人民感謝共產黨帶來幸福的話 我剛剛在開場開的時候也講過了 那為什麼把國際媒體 獨立研究人員為什麼不能去西藏西藏呢 這就是問題的所在 好的 所以在這個原因之下美國政府就通過了西藏旅行對當法 問題就在這裡 好的 我想回到我們的李江玲女士 李女士 剛剛我們看到了這個聽到了共感扎西先生的說明 那我們也看到了中共官員那麼多年來的一貫的說法 那麼也讓很多人想到的就是對達賴喇嘛來說 我們知道他當年的出逃到印度 一離開西藏就是60年的時間 那麼過去幾年呢 達賴喇嘛也表達了希望回中國這樣的一個意願 可是我們看到中國政府對待達賴喇嘛的態度 似乎始終沒有改變 我想請李女士跟我們談一談 從你的觀察與研究來看 達賴喇嘛要回中國的這條路是越來越遠 還是越來越近了呢 一分半左右時間 李女士您現在能方便回答嗎 好 李女士現在可能不太方便啊 我們想是不是呢 先請共感扎西先生跟我們談一談 是 這個問題是這麼理解啊 現在主要問題是 我們必須要改善西藏經典的情況 現在達賴喇嘛不僅是西藏的精神領袖 也是世界級的宗教領袖 所以達賴喇嘛想回沒有那麼容易 因為達賴喇嘛他考慮的就是 如果不管他去中國也好 或者他去西藏也好 只要西藏人民有利 只要對藏民族有利 只要解決西藏問題有利的話 達賴喇嘛有可能去 但是到目前為止呢 曾經我們的代表也提出過 達賴喇嘛願意朝上五台山 但是到目前為止 中國政府方面沒有任何的回應 主要是中國政府當前的中國領導人 必須要有解決西藏問題的政治意念 現在沒有這個意念 如果有了政治意念 達賴喇嘛跟藏人行政中央 現在所採取的政策是漢藏互利的 所以達賴喇嘛如果現在這樣繼續下去的話 達賴喇嘛回中國回西藏的可能性 我認為並不高 西藏仍然處於一種被軍隊包圍的 那麼一個狀態 所以西藏的局勢現在非常的嚴峻 好的 我們來看看我們的網友們 有什麼樣的看法 下面這位署名叫YT的網友說 大清200年的民族融合已經解決了大部分民族矛盾 結果共產黨一來強推共產主義 導致現在民族矛盾激化 下面這一位署名叫加豪陶的這位網友呢 他說在黨進入西藏之前 西藏人民都是農奴 而現在他們卻已經步入了小康社會 還有下面這一位我們看到Dome Free的這位網友 他說在自由主義者詞典中沒有民族主義愛國主義 不然不能很好理解西藏人民的鬥爭到底是為了什麼 還有燈火西石這位網友他說 西藏和新疆不管是文化思想習俗跟漢族完全沒關係 只是百年來都是國土接壤受到文化的影響 下面這位署名叫玉璽的網友他說 保持獨立的目的是為了保護人權 保護民主法治 反抗專制獨裁 那獨立有自然的法理和理性 只要中共國要壓迫西藏 集中營 言論管制等等還在繼續 西藏人就有反抗的權利 哪怕是獨立 這60年來西藏的消息封殺也是有目共睹的 中共國消息管控是如此徹底 以至於中共說好就是好 所有反駁都不需要用事實澄清 只要扣一頂賣國敵對勢力的帽子就好了 我想節目最後我們還剩下兩分鐘左右時間 我想是不是能直接就請貢嘎扎西先生 我們來談談最後這樣的一個話題 那麼剛剛這位玉璽的網友提到了 他說只要中共說好那就是好 所有的反駁都不需要用事實來澄清 實際上這一點不僅僅是世界關注中國未來 是否能夠走向民主的人是在關切的 那就是隨著中共在國際間這個銳實力 不斷的擴張 我想請教貢嘎扎西先生 您是否也會擔心中國政府會像對待 六四的歷史那樣來封鎖 甚至試圖要改變國際間對於1959事件的描述 以及記錄和認識呢 您的看法 那麼作為這個流亡海外的藏人 您怎麼樣看待未來所謂的漢藏合作的 這種可能性 是 我相信中國政府想企圖封鎖 在50年代發生的那個重要的歷史事件 但是我認為這個並不得逞 並沒有辦法去實現他們的企圖 為什麼說呢 59年凌亡印度 從60年到現在 整整49年 達人薩拉一直在紀念 三月抗破事件 您知道前幾天 3月10號那天 在世界各地 在30多國家裡面 年輕一代的藏人 也紀念這個50年代 在西藏發生的那個六四件 诚如今天那個鼎鼎有名的 美國之音世事大家談 我們今天討論的也是59年的事件 而且我剛剛也說過 1959拉薩 當天鳥飛翔天空 這些都是敘述了當時的真實情況 所以中共想去解決 封鎖這個消息 我認為並不得逞 並不得逞 我們新一代藏人 並沒有忘記 在60年代發生什麼事情 在50年代發生了什麼事情 好的 我們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相關的討論 我們就進行到這裡 再一次感謝歷史學者李江玲女士 也非常感謝貢嘎扎熙先生 感謝您二位來到我們今晚的節目當中 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就討論到這裡 時事大家談是一個自由論壇 嘉賓和聽眾觀眾所發表的 是個人觀點 不代表美國之音 明晚的時事大家談節目 我們要和您來探討 三入政府工作報告 中國的房地產稅 是否賣開了步 也請您按時的收聽收看 祝您晚安 我們下次節目再會